冷兵器时代啊 它这个和母系氏族 中间有一个很模糊的过渡 因为人类原来是母系氏族 那就是女的是 妇女的是 是这个部落的领导者 可以说是 但这个时候过渡到 这个就是新世纪时代 和后来的这个就是冷兵器时代 其实在这个旧世纪时代 战争也是经常发生 因为那部族之间 为了抢夺资源 抢夺这个人口 经常发生战争 所以呢 这个当这个冷兵器时代出现以后 它有几个 尤其是咱说的 就是地中海周边的这些 咱先说地中海周边的这些国家 它的一个特点 因为咱们把这个旧的这个古代 咱们没有分成一个石器时代 还是新石器旧时代 但是咱们的特点呢 是陶器时代 就咱们的就是认为石器和陶器 实际上没有明显的这个作为 作为一个生产工具 但是西方一分的就实际 它那个实际就是说 早期人类是拿石头作战 然后呢 这个石头呢 到罗马就是标枪和短剑 西巴达也是这样 对吧 加上盾牙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投掷的力度 你既然实际上 那石头就起着很重要 就西方文化 就是地中海文化里头 已经把石器和中国这个陶器木文化 纸文化中间的差别就是 它已经停掉了 石头 石头 派什么出来就是 扔石头 那就是缩镖 对吧 你看它不是长毛 它是缩镖 它得投得很远 另外呢 它是短剑 尤其罗马 罗马那个青春短剑 当然了还有盾牌 这个时候和中国的弓箭和长毛 因为长毛并是刺杀 并不是这个投掷 另外这弓箭 弓箭从这个 怎么说呢 从西亚一直占有 就是弓箭在这个武器中 一直是非常重要 可是你看罗马人的弓箭就是 那么弓箭显然这个履历啊 这张力 拉在一张弓 那弓的射程肯定是和 和这个弓手的这个履历相关 由于这两项吧 就是女子的这个体力 就稍微欠了一点 就是在这种战争 无论石块战争也好 还有弓箭战争也好 就相对也差 另外呢 就是这个就是女子的心理吧 就因为这个都是很血腥的 一刀下血出了 你的这个心理成熟力 也有点 这种柔和性 柔和性的差一点 于是呢 女子就是你说的前半部分呢 就渐渐 就是和战争 保持了一些距离 这种方法 在这种方法 的正确 就是 现在都被人家